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雞蛋妹 今天看到我們的背景不是Studio 因為我們今天要試的是電視 但Studio就試不到電視 所以今天移試了可以試電視的位置 今天要試的是Sony Bravia XR-A80J這部電視 它是今年新出的電視 亦用了新的晶片 今天會以一個比較勇家向的角度 去跟大家試一試它的畫面 聲音 操作 甚至是用PS5去玩遊戲 看一看畫面 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Go! A80J有三個尺寸 分別有55吋、65吋和77吋 這一部就是55吋 四邊都是雜邊框 左下角有Sony的Logo 不過看電視的話 其實邊都很隱形 Logo就更加不像眼 機身同樣都很薄 但我是選擇用電視腳放在電視櫃上 所以厚薄相對上就沒有那麼影響視覺的享受 不過如果你是選擇掛牆的話 薄新的電視機看起來就比較帥 去到接頭了 在接頭旁邊會寫光相應的資料 它有四個HDMI頭 有兩個支援HDMI 2.1 旁邊就寫了支援4K 120Hz 之後有三個USB LAN Port 天線插頭 Digital Audio Out 3.5mm接頭 以及RCA 應該都很夠用的了 一打開的電視就會是Google TV的介面 Netflix、Youtube這些APP不是我下載的 它本身就已經內置了 當然你自己都可以下載自己喜歡的APP 如果有些人怕家人不適用的話 其實在遙控上面都已經有這些快捷鍵 所以都挺方便 另外它都支援AirPlay和Comcast built-in 按下去大概一兩秒就會在電視上出現畫面 在測試之前先說說它的畫面規格 它是55吋4K Ultra HD OLED螢幕 用了今年新出的XR晶片 它們就說在色彩的對比 顏色、高速移動處理都有提升 另外支援IMAX Enhanced 和Dolby Vision 這一點有點特別 稍後就再詳細跟大家說一說 因為A80J正在使用OLED螢幕 所以色彩對比都會高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漏光 選了一套電影去看一看黑色的位置 都差不多可以做到全黑的效果 另外它的色彩表現都真的不錯 可以做到一個很立體的感覺 不過呢 畢竟我也是透過鏡頭再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我覺得在畫面上 和我肉眼看都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都建議大家親身去看一看 然後我就很好奇在電視上看自己的影片是怎樣 顏色漂亮很多之餘 我發現原來A7S III是拍得那麼清 嗯 看完之後我都不建議大家在電視看的影片 因為實在太清了 同樣OLED螢幕的視角都會廣點 所以都給大家看看在不同角度看電視的效果 就算去到側面也跟正面看的感覺差不多 另外剛剛也提到支援IMAX Enhanced 和Dolby Vision 在設定的畫質模式下有鮮明 標準 電影 IMAX Enhanced 和自訂五種模式 五種模式都可以在下面再調較光度 對比度 Way Balance等等 但就這樣按下電影模式都可以看到它比較接近暖通 另外如果你在看的影片支援Dolby Vision 一按下去它就會自動設定Dolby Vision版本 不用自己手動調校 遊戲方面我就用了PS5等大家看看Gaming的效果 不過要提提大家 如果想在PS5享受到120Hz 先要做幾個步驟 首先要在Menu上面的HDMI 3 由標準格式轉成增強格式 之後要在Game裡面的setting開回120Hz 當然你本身的Game也要支援啦 讓大家看看120Hz和原本的60Hz的分別 而在音質上 A80JZ 援Dolby Atmos 和3D Surround Upscaling XR 晶片也令到環迴立體聲更加明顯 我覺得它們的音質聽起來很有立體感 特別低音的部分非常明顯 會令到如果你正在看電影的話 它整個聽覺的體驗會加分很多 而立體聲的部分 我覺得由右至左 左至右的聲音移動很明顯 相對上我覺得上面的音位就沒有那麼明顯 好 今天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對於一些只是想享受畫質 不想搞那麼多東西的人來說 這部電視其實有幾多幾方便的設計 例如一些快捷鍵 可以看到4K120Hz 另外AirPlay的速度也是不錯的 整體上都挺順利和容易上手 但如果有些用家是想自己玩多些東西 可能在畫面或者聲音上有多些個人化的設定 這一部電視也可以做到 但我覺得我自己設定不是那麼漂亮 因為我自己有試過的 但發現好像有點失敗 之後我就發現網上應該有很多專業級的玩家 又或者有些發燒友在上面會互相交流 也有很多感覺上是設定得很漂亮的參考數值 所以接著來設定應該也沒有問題 又或者大家都可以上去他們的平台 再自己去交流一下 最後也要提提一點就是我覺得我拍出來的畫面 還有實質看到其實也是有很多的分別 所以建議大家都是親身體體會比較好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就給個like 再看看我不同的社交平台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